我上次明明穿另外一件 我上次穿另外一件 吧 是吧 我對不起我記錯了 我以為我今天7點半直播 I'm sorry大家 我真的是小笨蛋 我今天的那個雙眼皮 大家現在可以看到我是一個 離大家遠一點 因為我都穿粉紅色衣服啊 所以看起來差不多 好我下次不穿粉紅色衣服了好不好 我以為我今天半直播對不起 我的雙眼皮到底什麼時候要回來 今天大家離我遠一點 離我遠一點 這樣看起來比較OK 原來都兩倍數 欸是1.5倍數 這樣子大家就不會看到我雙眼皮不見的問題 不是是今天是只有一邊不見 對我怎麼會又找笨笨 我要跟大家 大家之前 你們 有一個 微笨的 偶像 氣死人了 好啦我下次 我下次一定 不會再記錯了 請大家給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我下次我會加油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不見 他有的時候就不開心 他就會自己躲起來 好送給大家一個 緋文補償 自己都覺得尷尬 大家離我遠一點 我們要維持社交距離 就算是在直播也要社交距離 沒有啦因為我今天考完試了大家 我剛考完試還有一點 昏頭 暈頭轉向 還頭昏腦髒 我有文字 晚安大家 今天播到9點 但是我會播完兩個小時 所以應該是 播到9點16 謝謝大家 那個慷慨 慷慨慨的大家 我不要靠你們那麼近 我要後退一點 我要後退 反正我看得到 我用我1.5的視力 看這個字幕 我是OK的 我OK 真的很好笑耶 真的很好笑耶 謝謝笑笑 可是明天還要上一天課才放假 略為可惜這樣子 我今天考了三棵 國音樹 昨天考了作文 呵呵呵 昨天作文就是一個 就是 應該說昨天就是一個自習的日子 然後考了一個作文 清閒 清閒 清閒的一類組 哈蓮 再註一次 我有在想我要不要換個BGM 但是我想不到要播什麼 沒有 布丁沒有這麼厲害 大家不要把布丁想得太厲害 雖然我是智慧王 但是智慧王也沒有很厲害 哈哈 明天下午補休多半天假 真的喔 那麼好 對啊一類就是快樂有沒有 心閒悠閒 真的是覺得很快樂 作文題目是 有一題是說什麼 你覺得疫情會讓 好我拿出來 看一下 有一題是 有一題是 疫情產生的社交距離 卻也讓通訊軟體的運用更加密集 你認為疫情是更加凝聚人們之間的交流 還是使得人們的交流更加疏離呢 請闡述幾件 就是第一題之性題 然後感性題是 那個什麼 選擇一種節慶食物為主題 書寫你對該種食物滋味的體驗和相關的記憶 以及隨之產生的感悟 然後題目是 圈圈圈的滋味 兩題 這樣子 還好還好 我覺得這題目算好寫 這個題目已經算好寫 因為就是 疫情 就時事 然後 什麼什麼滋味 這種老掉牙 不知道 種子 沒有我跟大家講我寫湯圓 但其實我 怎麼講 我其實最近已經 已經很 已經很很久沒有寫作文的手感 最近寫了幾篇都不太好 我覺得這篇是我難得覺得我好像寫的還可以 但是 我其實不太確定 什麼後面的題目都是騙人的 現在都是兩題啊 一題知性 一題感性 就是要 兩者都有 現在都這樣啊 以前不是嗎 我寫的是湯圓 就不知不覺想到湯圓 對啊就第一題會偏比較 就是你要去 用論說的方法 然後去闡述幾件 然後 知性題就是 不是 感性題就是 就像一般的作文那樣 就是要寫 寫抒情的部分 真的假的 我說什麼 我說了什麼 笑死 笑死 後面的都是騙你的 每次都會有阿公阿嬤 我跟你講 跟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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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又寫到阿公 然後我這次題目 因為我這次題目 湯圓 我寫湯圓 可是 通常湯圓就是會讓我想到阿公 因為阿公每次冬至的時候 或是 偶爾都會 用湯圓給我吃 所以我也想到阿公 可是我有想到我上次寫了阿公 但我寫的不太好 所以我這次就不寫阿公 就是 我想 我其實有點忘記我怎麼寫了 我等一下想起來跟大家講 喔我上次寫什麼阿 上次寫 喔 生命裡的 生 生命裡的無常 這應該是很好寫 但是我沒有寫得很好 老師這評語是 若能加入日常祖孫相處細節 兩相對比 則更具感染力 與說服力 就是 我沒有把 情感的細節描寫進去 導致我的作文有點空虛 這樣子 沒有我這次 我這次怎麼寫 我這次 我這次其實就是 我這次對這個題目 其實沒什麼感覺 因為 我以前好像也寫過 什麼什麼滋味的這種 然後我那時候是寫 阿公間的荷包 但我一直寫到阿公 每次有吃了都想到阿公 因為他每次都餵我吃東西 然後 然後 可是我就記得我之前就寫過了 類似的 但是就覺得那個 也沒有寫得很好 所以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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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就寫了 湯圓 但是 我真的超沒想法 對這個題目超沒想法 就是 完全 沒有頭緒 我就想了蠻久 而且我差點寫不完 我真的是寫到最後一刻了 因為我前面那個什麼 知性題也花了一些時間想 真的是 最近越來越沒有靈感 不知道為什麼 發現我很沒有那種 資料庫 我沒有 我沒有具備一個資料庫 就是 寫作為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需要用到一些舉例 但是我每次 都想不到舉例 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就這樣了 可能一直來都這樣 但我沒發現 但有時候 就當下就是會想不到 欸 要寫什麼 這樣 對我還是需要多讀一些課外讀 必須 加強我的 資料庫 我想一下 喔我就寫湯圓 然後 我就真的想不到 怎麼寫 我那時候就完全是一個 憑感覺 憑感覺 憑感覺在寫 然後我那時候就寫一寫 我就寫說 喔 呃 湯圓冬至要吃 啊有人說 冬至吃湯圓就會長大一歲 然後我就開始在寫說什麼 喔我每次 我每次 雖然吃了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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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甜的湯圓 但是 卻咀嚼出了 一絲絲的酸醋 我就說 我就說 我就說我每次吃湯圓的時候 其實不 其實根本沒有這樣 我就是亂白了 就是說 我每次吃湯圓的時候 雖然湯圓是甜的 但是我都覺得酸酸的 因為 我的心感到很酸 因為 冬至 吃湯圓好像長大一歲 我就覺得 呃 因為我想 冬至什麼 大概是一年的結束 然後 就會想到自己又要長大一歲了 就 喔 就是成長的 對未來的不確定性 還有 對未來的一些 就是不知道 未來有什麼難關 在等著我的 憂愁 然後還有 就是 就是 老的憂愁 變老的憂愁 我就寫了說 喔 變老的憂愁 然後還有什麼 每次 每次就看到 過了新的一年 過了新的一年 爸爸頭上的白髮 又多了幾根 媽媽也讓了 就回來 想要寫 想要覺得有點好笑 對不對 就是 明明是甜的 我卻覺得有點酸酸的 哈哈 就想到 喔 爸媽又老了 我也老了 大家都老了 然後 哈哈 我真的是亂辦 我吃湯圓的時候 根本沒在想這件事情 我吃湯圓就開心吃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突然一個 靈感 我就開始這樣寫 然後 哈哈 我寫一寫之後 我就寫 喔我很憂愁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但是這時候 媽媽的一句話 突然答醒了我 我就說什麼 媽媽說 兒怎麼還不快吃 因為我就說 我後來就吃一吃 然後就沒有專注在吃湯圓 我就開始 開始在想東西 我就沒來吃湯圓 然後媽媽就問說 欸你怎麼不吃湯圓 都快冷掉了 然後我就 喔我突然就頓悟 就是 就是人應該要珍惜當下 就是你看你湯圓不吃 等下就冷掉了 啊我 與其在想那個未來怎麼樣怎麼樣 我還不如珍惜當下 我就最後就出現一個 要珍惜當下的一個結論 我覺得超厲害的 我真的是超會掰的 哈哈 我明明吃湯圓的時候 完全沒有這個想法 突然蹦出來了 沒有關係啊 反正作文是可以接受虛擬的 就是沒有人說他也要真實的 哈哈 我真的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我覺得我覺得 我覺得我把那個情感結合的 喔我後面就說 就是當我思考完這件事情之後 我吃湯圓 然後我最後就寫說 我告訴媽媽說 好甜好好吃 哈哈 就是你那個心情 你那個 憂愁的心情 沒了之後 吃湯圓就吃起來就好 很甜 很好吃 真的是腦洞大開 欸 真的是難得 腦洞大開 對啊就是開始 亂 亂想 明明就沒有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我寫的蠻好的 就是我 結合的蠻好的 蠻瞎的 但是 這種瞎 這麼瞎 應該不錯吧 太瞎了 對對對 你有沒有覺得我轉折的挺好的 我第一次轉 自己覺得 自己怎麼這麼會轉啊 就是一個突然 一個轉念 我就開始亂寫了 對啊有沒有覺得很合理 好好笑喔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因為我那時候快寫不完 我就 我就最後就寫說 反正我就是 我的大綱就是 吃湯圓 然後想 就是我起 吃湯圓 然後成就是 吃湯圓覺得很難過 然後 轉就是 那個什麼 由杯到洗 轉念的過程 然後 最後合就是 喔 要珍惜當下 然後最後湯圓變甜了 沒有欸 我 我也不知道 我最近其實已經很久沒有 就是我在寫的時候 其實是 有覺得自己寫的 蠻順的 就我之前 前陣子都覺得自己寫的作文寫的很不順 就不知道再卡什麼 我覺得這次蠻順的 雖然蠻瞎的 希望老師會喜歡我的作品 不然我已經 寫作文寫的很不順很久了 我也對啊 我也有時候也會覺得自己寫的不錯 可是我們老師他都會 印那個範文給我們看 然後就是 看了別人的作文才會叫 好吧 就是其實別人寫的真的蠻厲害的 然後自己其實還有 很多要加強的地方 就以前就是 以前 可能太習慣 就是以前 比較少去看別人的作品 然後就是 只靠自己 覺得怎麼樣就怎麼樣 然後就會少了一點 改進的方向 然後就一直照那樣的方式寫 可是最後就會發現 就是好像不是 每一個 就有時候可能題目對到 那你寫的方式就不錯 但是有的時候就是 上了高中之後就發現 自己寫作文蠻有問題的 就是 嗯 有的時候不會 這麼的 流暢或是順利 就以前國中 都覺得自己作文寫的不錯 然後到高中才發現 其實自己寫的很普通 然後就是 而且是看其他同學的範文 就覺得 還有很多要改進的地方 不會 我吃湯圓都沒有在想 我吃湯圓就是快樂吃 不知道老師怎麼時候會改好 就我以前國中 因為國中就是 我以前國中 作文都寫的不錯 可能是老師喜歡我的風格 就是 吧 就我以前作文都不會這樣太差 我還拿過那個 作文第一名 哈哈 我小小 不是小學 我國中 我七年級的時候 拿作文第一名 欸但是那次作文也是寫的很有感覺 雖然我已經有點忘記我寫什麼 但我記得我那時候 覺得我寫的很好 我就真的拿第一名 可是我們學校人也很少 所以真的沒什麼 就 可是我會考的時候 五級分 沒有 就不是 不是普通 但也不是好 就是 中上 至少我會考拿五級分 哈哈 就是 好 但是不夠好 對啊 作文其實蠻主觀的 有時候就是要看你的 你跟評審的 味道有沒有對到 所以我到 就是在國中之前 都沒有去 沒有覺得說自己的作文不好之類的 但是到了高中才發現 哇 你好 就是其他人都超級厲害 自己 直接從 中上變成小飛飛 沒有最高是六 最高是六級分 就是六五四三二一 零 有零嗎 好像有零 六五四三二一零 是嗎 應該是吧 滿級是六級分 我都忘記我 我都忘記我會考過多久 兩年嗎 不知不覺 我高中都過一半了 但是時間過得很快 大家 對就是 因為以前 國中 算是比較 感覺以前就是在一個小格局 然後現在就是到一個比較大的格局 然後就 去外面見見市面 就是整個格局變大之後 就會 明顯的看到自己 還有很多 代加強的地方 對 希望我有再進步 我也覺得時間好快 就是 不知不覺 高中就一半了 我快要畢業了沒有啊 明年 我什麼說畢業 明年 對 明年 沒有啊 其實還好 其實還好 真的還好 就是 還好 還行 還可以吧 因為以前就待在舒適圈 以前 國中真的是待在舒適圈 因為就是人太少 國中人很少 所以你就不會去 不會 就是你在人少的地方可能很厲害 但是在人多的地方 你就變成一個普通人 對 就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一山還有一山高 蘿蔔還有蘿蔔高 雞蛋還有雞蛋高 雞蛋還有雞蛋高 就是真的要去 就要跳 跳脫舒適圈 跳脫框架 才會成長 考文是 對啊 對啊 明年明年 布丁明年高中畢業 布丁還沒有17歲 草莓還有草莓蛋高 好吃 布丁的生日快到了 一個月 就一個月了 哇 最近佛羅佩茲 布丁還有布丁狗 對啊 就是要互相學習 對 今天已經3月31了 明天是4月1號 漁人節 可惜 沒辦法跟大家一起過漁人節 哈哈哈哈 那感覺就是 漁人節就是一個 很無感的日子 就是 沒有人說 我就不會知道的日子 國民女兒 還沒啦 國民女兒明年 明年才會上大學 明年就上大學了 喔 今年已經過了3個月 喔 請問 請問 請問明年要整誰 明天 喔 看著明年 沒有 我們要整人耶 發文騙人 我要騙大家什麼啦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整人耶 就沒有很好玩 大家喜歡整人嗎 我這個人對整人還好耶 可能有人要 要我合作一起整 我才會整吧 我想到上一次整人是在教師節吧 好像是教師節 然後我們就 我們好像就把那個什麼 我們就全班把自己的line頭貼 跟那什麼個性簽名 還封面什麼 都改成老師 跟老師一模一樣 有沒有時候先改的跟數學老師一模一樣 因為他 老師 數學老師在 有開一個line群組 就是裡面 他會說 什麼 數學作業什麼 或是一些解題 他會放在群組裡面 然後 那個時候 我們就全部人 把那個什麼 頭貼跟 名字 都改得跟他一樣 然後在群組 說話 但是我沒有改 因為 因為line還有工作需求 我怕 我怕 大家看到我想說 這是誰要把我刪掉 所以我那時候就沒有改了 然後我們改完數學老師之後 又改了班島 就改成班島的樣子 這個日子就是等了一天 以為會有人來整自己 想要被整嗎 可是 不一定啊 不一定大家都會整 對啊 這種高中生活 高中日常 就很好笑 就好像老師就傳的是什麼 然後 大家就在底下 留一模一樣的東西 然後就是一模一樣的頭貼 跟老師一模一樣 所以我想說 會不會 就是哪個姊姊看到我想說 我是誰 他會把我剃掉了 什麼名牌啊 笑死 欸我們 是教師姐 教師姐好像還有做其他的事 但我有點忘記了 那滿久了欸 教師姐 那時候才會 剛開學吧 剛升高了 哇 多久啊 現在三月 其實也沒有很久啊 半年 其實也蠻久的 我們搬 我們搬那個 好像不能 不能換掉吧 我也不知道怎麼換欸 沒有人換過 就不知道了 我想說 對啊 怕這種 小 小誤會 那 蛤 半年 九月啊 以前 九月 半年 說快 허 Resistance 偶爾休息一下 但是 還是希望自己滿充實的 ain't no 我 晚安 沒有就是講說我空錢時間可能就拿來休息耍廢 也不會去做什麼 競修 現在空白愛的小熊 你最近很忙嗎空白 還有茄子還有透露醬 我剛剛講什麼 剛剛講什麼講到一半 晚安晚安 今天是禮拜三喔 明天再上一天就放假了 我覺得我眼睛還是蠻明顯的 好厲害喔 閱讀越開心 天爺泡芙大叔的紅鼻子 可是有的時候還是可以 就假如說空前間可以來閱讀 做運動之類的 減肥 對啊我就 我就爛 對啊就是我 好我真的該檢討該檢討 就我常常 就每次假期就決定 喔好我應該要來做點什麼 就以韓家來距離 我說我韓家要來學英文 但是就沒有 哈哈哈哈 嗨米索 就是 就是沒有一個 推力 然後我就沒有去做 我覺得我最近要多多運動 最近段考完可以開始來 鍛鍊身體 喔 他說我很忙喔 是嗎我覺得你這機比較麻耶 空白 現在好像三百零幾 三百零幾吧 完了完了 已經從三百六十幾到三百零幾 嗨總喵 好可怕啊 好啦就踏實一點啦 我覺得我應該踏實一點 一步一腳印 慢慢慢慢來 就是 加油 為什麼你也想運動 為什麼你也想運動 我今天 我跟大家分享我今天 我那時候手機在充電 於是我就打開窗戶 然後我就 開始看風景 我又開始 看風景 然後思考冥想 稍微 放鬆一下腦袋這樣子 對 對啊時間過很快 兩百一是怎樣 為什麼是兩百一 什麼意思 我沒有在倒數啊 就是我有那個 有一種IG帳號 它會 它是專門做倒數 然後它就會每天發一篇文說 倒數幾幾幾幾幾幾百天 然後我就 每天都會看到 倒數幾天 沒有我真的不太會運用時間 你錯了 三號都說我不會好好利用時間 沒有我在神秘的地方看風景 哈哈哈哈 你看到什麼 沒有看到什麼 就是看 就是我覺得 就看一些車 車 人 走來走去 車 過來 過去 還有 鳥 飛過去 哪有 我已經考完兩年了吧 欸兩年了嗎 兩年了嗎 五月 一年還兩年 現在是一年嗎 還是已經兩年了 欸 欸 應該是快要兩年嗎 我不知道 沒有我們有 有寫 但是它沒有在更新 就是 我們教室布置有一個地方 它是 有寫 剩幾天 然後可以替換 但是它 就沒有在更新 我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人更新它 2019 5月 所以現在是 2021 那還沒有兩年 還沒有兩年啦 還很年輕 對 我覺得有時候 就是在 這個喧囂的城市裡 也是能尋找到 一絲絲的清靜 就是當你星辰墊下來 看看風景 心裡會比較平靜 嘿嘿嘿嘿 不是高中畢業倒數 是 學測倒數 我幫高中畢業倒數幹嘛啦 虎頭風感覺很可怕欸 真的學校很容易出現蜜蜂欸 是怎樣 蜜蜂也想讀書嗎 是什麼意思 沒有 我覺得我家附近的公園很 吵雜 就是 無時無刻都會有小孩子在玩喔 好吃也還好 然後也會 也會有 很多人在講話的聲音 然後大概八點吧 等一下吧 或是八點多 就會有 偶爾有人在做什麼 做超 然後 打得太急 之類的 有啊 但是 我不會去欸 我現在沒有緊張啊 對啊 可是學測考完 離畢業還有一些時間 因為我太甜 喔 哇 對啊 通常都會關燈 然後把窗戶打開 我沒有很想 廣場舞 廣場舞跳起來 先不要啦 我自己在家跳就好 欸我跟大家說 我真的覺得 我就是 單眼皮看起來眼睛比較大 就是 你看喔 就是我有雙眼皮 反而眼睛看起來 比較無神欸 就是 我眼皮縮進去 反而 眼睛看起來 比較有神 但是 但是我又覺得單眼皮 這樣子 沒有很好看 可是這樣看起來 比較有神 就是我平常的雙眼皮 它掩蓋了我的眼神 真的你覺得差不多 我最近就發現這個事情 我 我不知道怎麼講 有人覺得嗎 對啊 雙眼皮是比較好看一點 可是就是 感覺單眼皮 的時候 是 眼睛看起來 比較 比較有神吧 就是 怎麼講好難說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不過我 還是雙眼皮 還是雙眼皮 沒有我不是說不好看 就是 很好笑 我說現在很好笑 現在是 一邊不見 一邊出現 最近好像常常這樣 好像 沒睡飽嗎 沒睡飽就會這樣子 或者是 不知道 通常是沒睡飽 沒睡好 對不對 然後就會 我覺得我昨天肯定沒睡好 就是我昨天在睡覺的時候 就一直有蚊子 我就已經裝了補蚊燈 它還是一直在我的耳朵 喔喔喔喔喔喔 然後我就很生氣 然後 我就把那個補蚊燈 就直接放在我的床 正旁邊 就是 在我的臉的旁邊 就 這麼近 然後 它才 沒有來的樣子 我常這樣嗎 真的假的 還好吧 有頻率這麼高嗎 一個月一次吧 真的你就 你就會 生氣 殺蟲祭 殺蟲祭 我是用補蚊燈啊 都交給道具組處理 我不敢打蚊子 敢 但是我不想 就是 我敢打它 但是我不想打它 就不想 先不要啊 對啊 最近真的蚊子比較多耶 剛剛也有一隻蚊子在飛 對對對 就是你已經連被蓋住頭 它還是 喔 我還沒有試過這種方法耶 欸 又有一隻在飛 就是鋼那一隻 等一下 我要開我的補蚊燈 你把我的補蚊燈拿過來 我去把我的補蚊燈拿過來 我的補蚊燈 唉唷 好了 放好了 它應該等一下就 不會再煩我啦 對耶 你說的好 哈哈 對耶 你突破盲點了 噢噢 沒關係啦 那 Zombie沒開好 把 棉被蓋起來 蛤 還要伸出一隻手出去 先不要關燈啦 對啊 最近蚊子比較多耶 可能是 蚊子多的 通常是什麼時候 現在什麼節 春天嗎 不過最近真的沒什麼 春天的感覺 最近的天氣很多變了 你在講 最近就是 最近就是忽冷忽熱 有的時候很冷 然後有的時候變很熱 有啦 它有用啦 它這個有用啦 因為 我都平常都 有啦 有用 第一次關那個直播為了蚊子 對啊 最近天氣又開始熱了 天氣變化大 請大家注意身體 我也會注意身體 什麼意思 季節交替 但最近就沒有什麼春天的感覺 也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 滿熱 有時候滿熱的 真的假的 那可以把水溝弄掉嗎 不然容易 滋生蚊蟲 對 大家也要注意好身體 不知不覺就快要4月了 明天是3月31號 祝大家明天 語言節快樂 祝大家明天語言節快樂 然後兒童節 兒童節 兒童節快樂 清明節快樂 每天都快樂 大家連假有打算要做什麼嗎 對啊 祝大家連假愉快 滋生蚊蚊 什麼語言節快樂 也是騙你的 真的假的 是復活節 那祝大家復活節快樂 祝大家天天快樂 天天開心 happy happy 然後 然後 我連假呢 可能會去 掃墓 然後 就沒事了 他們進化了 原來是誤盡天責嗎 進化 感覺很像什麼皮卡丘進化 對啊 對啊 我的補習是連假的時候開始 就想說一個新的開始 我原本應該是之前就要 就是這次短考就要去補 但是就是一直剛好沒有時間 然後到4月那個時候 就想說 反正 就是乾脆等下一次斷考再開始 所以我就 之後再開始 數學 最不擅長的數學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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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是我的罩門 為什麼不會被吸引 他好酷喔 謝謝宇昌的掌聲鼓勵 來回味 回顧 回顧最近在幹嘛 可是我反而很想要補習 就是 去補習我才有一種安心感 就是有的時候自己 自己念比較沒那麼有效率 感覺有 我需要 尤其是數學 我真的很需要有一個人 可以隨時解答我的疑惑 不然我會很 很困惑 我會很焦慮 我會 我會很 很煩 最後只補數學 都是我的 也都是我的帳門 不是不安心 就是 就是我數學 沒有辦法自己讀 啊 蚊子 我要等他停下來 快點停下來啊 你不要一直摔 他看起來很胖 他看起來 很大隻 感覺就是吸飽了我的血 你要去哪裡 回來 別走 我 我的眼神 我的目光不能離開你 你快 我看不到了 文科 少子文科 來不及了大日主 他消失了 你來了 你來慢一步了 他剛剛飛過去那邊了 估計 待會兒又會出現吧 我覺得他應該已經吸我很多血了 在這裡 有打中嗎 沒有 太棒了 欸 中了是那個嗎 對 哇 刀蜜蜜打中了 那沒有衛生紙 那裡那裡 後面 好 沒有 他已經掛掉了 還在動耶 還在動 你不要這樣子 趕快 趕快 處理掉啦 走開 趕快走開 應該是只有這一隻吧 剛剛一直看到他 就黑黑肥肥 沒有暴血 有耶 有 你趕快出去 拜拜 謝謝你的救援 對 我們 歸差末哀一秒 一 嘿嘿嘿 我沒有怕 我就是不喜歡而已 沒有怕啦 就不喜歡他 因為他吸我很多血 我剛剛講到什麼 講到一半 我剛剛講到什麼 我剛剛到底講了什麼 對 他就是負責打蚊子 阿文 阿文 跟阿文說 拜拜 拜拜阿文 蚊子 蚊子覺得還有一個東西在飛 我剛剛好像也有看到有一個動作在飛 誰啊 什麼意思 香香的 我剛剛一直覺得有一個東西在飛 但是他應該等一下就出現 感覺還有第二隻吧 喔我剛剛講到補習喔 喔我就是 就是阿 我沒辦法自己學數學 就是 我自己 自己讀的話 我常常會遇到問題 然後又解不開 然後又找不到 找不到一個方法 然後就很需要去問人 然後就是必須要有一個人 他可以一直 讓我提位 一直提位一直提問 然後因為 因為那個什麼 我之前 有去試聽那個 然後他是 就是比較小班制的 就不是大補習班 因為大補習班 我真的覺得很不適合我 因為我真的是 就是之前 補了大補習班 雖然還是有用 但是 我覺得對我來講 那個什麼CP值比較低 就是成效比較沒那麼好 就是雖然 學了蠻多東西 但是 還是 就是 怎麼講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成績 還是好不起來 然後 上次就去試聽的那個 就是那種小班制 然後我就覺得比較好 因為 就是 就是有一個 喔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需要有一個人 在我旁邊輔佐我 就是我不管遇到什麼問題 就是 而且我的數學 就一直來都偏差 所以我很可能就是 忘了以前的概念什麼 然後我那次去試聽的時候 就是我可能 之前 遺漏了什麼 概念已經 已經在我腦海中 用橡皮擦擦掉了 但是 就是他可能可以幫我補回來 這樣子 就是一個 幫你 指點迷津的人 還可以幫你補回你的 舊舊舊的忘記的觀念 挺不錯的 對啊而且就是大補習班很容易 不轉組 就是 就是老師就一個人在前面 然後又那麼多人 而且在大補習班真的是壓力很大 就人很多 然後 就大家擠在一個班級裡面 可是我以前還是覺得補習有 應該說我覺得 我在大補習班最不適合數學 就是 還有自然 就是畢竟這兩課就是我的招門 然後我在大補習班聽的話 我就會完全聽不懂 也不是完全聽不懂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 沒有啊 我覺得大補習班沒有交過朋友 可能我邊緣吧 我好像也 因為我 我突然想到我 國中的輝煌補習 我以前真的很厲害 我以前 我以前 我以前天天都補習 我以前真的很厲害 現在有點小廢廢 我以前 我是不是有說過啊 就我一到五都在補習 每天補一顆 因為那時候會考考五課 然後就國英數字社 我就每天都補一顆補一顆 就是禮拜一是社會 禮拜二是國文 禮拜三 禮拜三是什麼 喔禮拜三是數學 禮拜四是自然 禮拜五是英文 對啊就是 但我覺得在英文這方面 我還上的蠻開心的 就我蠻喜歡那個老師 就是 在那種英文或是國文 這兩個 就我來講 社會也可以啊 就是 就是 比較擅長的科目 在大補習班 會比較好 就是 你本來就已經有相當的基礎 然後 在那個 大補習班老師 在幫你統整概念 或是說加深加廣 就是 加深你對他的印象 或者是再補充一些 就是 總 總和這樣子 但是 但是我 雖然對那種數學字啊 我本來就很 不太 基礎就不太穩的話 但是他教的可能就是 已經在基礎之上的東西 就 只適合給 有基礎的人 去聽 不然就會變成 我在聽的時候 我可能 遺漏了什麼 我自己都不知道 然後我就只是聽他講 但是我就不會 就不會去找到我的問題點 在哪裡 真的假的 我有補過二五喔 有嗎 有喔 沒有吧 沒有補二五喔 我以前 我一直記得我高一的時候 是補假日 對了 就是 就是感覺大補習班 比較適合說 你去補那些 你本來就已經 基礎就已經 夠穩的 東西 就假如說 國文 就是他可以幫你補充更多 更廣泛的知識跟概念 讓你可以拿到更高的成績 但是如果你本身 基礎不穩的話 就算學的那些東西 也不會變得比較好 對對對 感覺像是一種 基礎 再幫你加上去這樣子 所以就 我那時候 正對數學跟自然 就沒有獲得什麼 太多實質的幫助 對 沒錯 我記得我高一 高一是補英文跟數學 好像都是假日吧 可是也沒有很久 只有一小段時間而已 因為後來真的發現太 太沒空 太沒空 發現真的沒空 而且那時候還有社團 就這個超忙 而且補習就很常請假 然後請假之後就要補課 啊有時候沒時間補課 然後沒補課就一直 然後就一個惡性循環 然後就拜拜 拜拜 我以前 以前那個什麼 國就有時候 每天補一顆 真的超強 就每天就 那時候的生活 大概就是 每一天去學校 因為那個時候 可能快接 在快接進會考的時候 就是 去學校 然後可能自習 或是什麼考試 然後 之後 學 學校結束之後 然後就到補習班去 然後那個時候補習班是每一顆 就每一天都會寫一份 模擬試題 就每次 那個什麼 上課前都寫模擬試題 然後 之後 老師就會檢討這樣子 以前的模式好像是這樣子 對啊就是 大家都趕著補習 然後 匆匆忙忙的這樣子 而且我以前都 補到10點多 10點吧 好像補到9點多 還是10點 然後差不多10點多 就是回家 好厲害喔我 我以前 怎麼那麼厲害 我現在突然覺得自己 其實我真的 覺得自己 好厲害 而且好像6點上課 是嗎 6點上課 好久喔 我怎麼那麼厲害啊 酷喔 而且真的花很多時間 真的 那個時候比較沒有什麼 事情 就只 就一直不吸 可是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TP好像沒有很 很平凡的 練習 或是 有活動之類 那時候好像沒有 跟現在比起來 比較沒那麼忙 對好像是6點 還6點半 還6點半 之類的 記得那時候 沒有很忙啦 所以其實還好 就是大部分的時間 都放在讀書 讀書上 讀書上 晚安 只是現在就回想 就覺得 哇 就是我以前 花很多時間 不行 當然是沒什麼用 對啊就是現在 已經跟之前 差滿多人 感覺最近 要再 調配一下 不知道 但OK的啦 大家 不要擔心 不用擔心我 哈哈 我為什麼講的 那麼一派輕鬆 大家不用擔心我 會不會太累 太辛苦 之類的 我覺得很開心 雖然 有的時候 還是會覺得 微 累 但是 但是還是 過得很開心 就是覺得自己 過得很充實 這樣 笑死 真的很厲害 Don't worry Be happy 對不對 就是大家不用擔心我 我很好 對 好好調整 狀態 加油 我來回顧一下 我這是在幹嘛 最近在 考試 我最近一直在想要 找回 讀書的感覺 我覺得我 上市這個感覺 有一陣子 就是 怎麼講 大考前的那種 讀書的感覺 還在抓 還在抓回來 沒有沒有沒有 一點都不會不好 什麼東西 很好 對 我會 加油 沒有啦 一點都沒有不好 我為什麼要用雙重否定 很好 感覺講很好 又 又會變成說 好像有點 勉強 一點都沒有不好 就感覺很肯定 雙重否定就變很肯定了 沒事 謝謝賴君彥的鼻心 這樣我就是很難耶 我這個人就是失去那種 讀書的動力有一陣子 不是說就是 就是沒辦法很專注吧 還要多多多練練 多多思考 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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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回顧我最近在幹嘛 我跟大家分享我今天 吃什麼 我今天午餐吃 泡菜鍋 我跟大家 我想到了 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有一天我就是 就去學校 就在學校吃午餐 然後我就吃自助餐 重點是我那天吃的超貴 我好像吃了九十幾塊 超貴耶 我一個人吃了九十幾塊 我其實也沒有夾很多 還是其實夾滿多 就飯然後 每個菜我就夾了 每個菜都想吃 除了茄子 就是怎麼每天都有茄子啊 討厭茄子 就夾很多菜 然後我最後夾了兩顆獅子頭 結果兩顆獅子頭 我居然要三十塊 一顆十五塊 那 這樣很正常嘛 我覺得有點貴 但是獅子頭 好好吃喔 沒有 我說 我們學校的泡菜鍋 只要七十塊 這也是我那天自助餐吃的九十塊 就我 而且 其實 那九十塊也沒有吃很多啊 就是 每種菜都一點點這樣 就這樣啊 小小顆的 小小顆的 我不知道啊 反正他就說 他就說那個什麼 就原本沒有那麼貴 原本好像八十幾 他就說什麼 主食 真的有東西還飛 他就說主食要另外算 他就說一顆獅子頭 真的有東西還飛 一顆獅子頭十五塊 我就買了兩顆 也沒有十兩倍的 我吃的那個吃的蠻飽的 但是就是覺得 不知道耶 就是明明 吃泡菜鍋 可能得到一樣的享受 但是泡菜鍋比較便宜 沒有他是秤重耶 嗨旅怪 晚安 他是秤重的 我也不知道 然後就是秤重 然後 那個主食另外算 就是肉類另外算 有沒有我最近比較 比較少點 其實也還好 比較少 算少了吧 對啊他沒有很大顆耶 就小小顆的 真的是齁 可是我就 就每一種菜都想吃 就每一種都夾 然後又想要吃獅子頭 我就夾了兩顆 我之前只夾一顆 我那天不知道為什麼 就夾了兩顆 還有我今天就不想吃自助餐 我就吃泡菜鍋了 家具店 我沒有吃過家具店的肉丸耶 我還沒有去過家具店 你們知道嗎 我沒有去過家具店 我應該早天去 對啊就是重點是 但是我一餐就吃了九十幾塊 重點是他只是自助餐 我就 不要這麼那個 壞壞 好吧 可是他就沒有什麼 可以吃的肉 就是那種什麼炸的 我就不想吃炸的 就討厭茄子 好討厭茄子 我幾乎每次去自助餐 都有茄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每次都有茄子 到底 我就不喜歡茄子 它還會一直出現 就是 因為五主食便當就會出現茄子 我就不想要買五主食便當 五主食便當 只要六十塊 雖然沒有主食 但是就吃得不錯 也沒有不錯 就是有茄子 沒辦法 就是我是用那個線上點餐 他沒有辦法說我不要茄子 甩掉油水 好酷喔 怎麼會喜歡吃茄子 我真的不能接受 我曾經嘗試去吃它 但我真的不能接受 我都會給它 我都會給我同學 還好吧 就大概四樣菜 然後飯 四五樣菜 拔 拔 我不要吃茄子 笑死 誠實一點嗎 真的不能不能 我之前說過三色豆我ok 但是我學校好像沒有吃過三色豆 不喜歡茄子 不喜歡茄子 不要茄子 只有你知道就是我花六十塊吃一餐 然後茄子 就是有 配菜已經沒有很多 然後又沒有主食 然後就多了一個茄子 我就少吃了一樣菜 我就 還好吧 深色豆還好吧 就可以接受 不會到時候要吐 這樣子 茄子才不行 但是有玉米 ok 茄子完全不行啊 茄子 不行啊 茄子我都給我同學吃 我同學會吃 我就說 都給你 可以不要點阻他 可是他就 他就 我就都送給他 茄子 反正 我不吃茄子 拒絕茄子 你我 開始 什麼東西 沒關係啦 但我覺得我們自助餐 其實菜色沒有很多耶 有 有 呃 蒸蛋 然後 紅蘿蔔蛋 然後 高 欸有高麗蛋嗎 青菜 有大概兩 兩三種青菜 還有 還有什麼 那個 毛豆 還有 差不多 我忘記了耶 笑死你很喜歡吃茄子嗎 沒有人要ban茄子 我還是喜歡這個茄子的 但我討厭那個茄子 還有也喜歡另外一個茄子 我喜歡這個茄子 跟這個茄子 但討厭那個茄子 各種茄子 我生活中充滿了茄子 你是可以接受 但不會特別是吃 有些東西我也是可接受 但不會特別是吃 但是茄子就是 打咩 就跟蚵仔一樣 還有烏魚子 通通列入黑名單 我的食物黑名單 我真的有發現 我常跟大家聊食物耶 不過 大家應該 應該可以接受吧 畢竟 食物大家會有共鳴 比較有共鳴 畢竟我們可能有代購 食物 可以 沒有這個隔閡 我知道烏魚子很貴 但我就是討厭它 焗烤茄子我沒吃過耶 烏魚子就很噁心耶 真的很噁心 就是連有烏魚子味的蘋果 我就覺得不喜歡 其實還好 就是可以吃 我只會吃它旁邊的蘋果 雖然那蘋果有烏魚子味 所以也是 我的日常就是 吃 讀書 吃 讀書 吃 讀書 苦瓜也不行 苦瓜也不行 還有那種椒類的 可以勉強吃 青椒也不行 感覺很少看到青椒 因為大家都不喜歡吃 就很少看到青椒 不是 是阿公用的 你怎麼可以這樣吃阿公 都是阿公用的 阿公用的肯定是高等 高級好吃的 但我就是不吃 沒吃過耶 就是烏魚子旁邊會配一個蘋果 可以搭著吃 不是挑食王 我就 絕對禁止 茄子 椒類 啊 橄欖橄欖 還有 蚵阿跟烏魚子 其他我都 可以吧 還有嗎 還有什麼大家都很討厭的東西嗎 是蘋果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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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偏不要打耳吃 阿公叫我吃烏魚子 我就 我吃旁邊的蘋果 哪啊 真的假的 橄欖真的很可怕 就是那個黑黑的 披薩上面的那個 打咩 什麼 那不是 那是蘋果 不是那真的是蘋果 我們家搭配蘋果 OK 蘋果 我很確定 百分之百確定是蘋果 因為我吃 吃蘋果 跟大家分享我在 那個 sup圈圍 我把他點出來 s u 圈 w a y 我在某家 潛廳堡公司 公司 潛廳堡餐廳 沒有沒有沒有很傻 秋葵可以接受 哦 怎麼掉了他就開始播廣告 秋葵我原本不能接受 但是我發現我是可以 我是可以 吞眼的 但是我不能 不能 不會搶吃 我那個潛廳堡啊 真的假的 我們家都會配蘋果 是蘋果吧 對吧 answer me 對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我們家是配蘋果 好然後接著就是要講 我剛剛講什麼 喔 潛廳堡 我跟大家分享我是潛廳堡 都怎麼點好 我通常都點同一個 我都會點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香烤雞肉 然後不要 絕對絕對 不要醃漬類 就是不要有橄欖啊 酸黃瓜那種 醃漬類 不行 然後我都會加甜蔥醬 甜蔥醬好吃 甜蔥醬好吃 我對潛廳堡的要求就這樣 我還 我忘記了之前是誰了 我就有一個朋友 還誰 我忘記了 反正就有一個人 他就說他就 喔 是什麼 林奕雲喔 還是林奕雲嗎 喔 不知道 好多人 他就說 他不要什麼 林奕雲討厭吃番茄 林奕雲很挑食 他比我更挑食 他超挑食的好不好 他就說他都不吃番茄 然後 對 我忘記了 反正他說他不吃番茄 他也不要起司 洋蔥可以接受 他的那個起司 就是 他可以接受 融在料理裡面的起司 但是他不能接受那種一片的起司 他只能接受在料理裡面的 一個小小學問 番茄明明就那麼好吃 對啊 他挑食 比我更嚴重 比我更嚴重好不好 我已經普通了好不好 我已經還好了 我覺得番茄很好吃啊 這個應該還是有一點差吧 真的他大番茄跟小番茄又不吃 小番茄那麼好吃欸 對 對 但吃不行 就只能接受 像我們那天不是吃美式餐廳 然後他就是 那個什麼 帕尼尼之類的 他就是有起司 但是就是融入在料理裡面 他就可以接受 但是他不能接受一片的起司 只要變態是韓式的 他就吃爆 哪有番茄很好吃 為什麼我藏一味鹽啊 番茄那麼好吃 什麼意思 A&D迅速穩定生氣 夾一起司 非常笨了 告白氣球 帕尼尼 帕尼尼 哇 對 帕尼尼是融化的 他就可以接受 但是他就沒有辦法接受番茄 你可以試試看啊 我覺得蠻好吃的 甜蔥醬蠻好吃的 但我就是都很少做新的嘗試 我就是 習慣點什麼 就固定點什麼 就不敢去做其他新的嘗試 怕踩雷 所以我就一直以來就吃那樣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也許 吧 但是那種 切片 就是在那種 前廳包裡面的番茄 我可以接受 那應該 不知道整個吃可不可以吧 不知道欸 但是我 沒有很喜歡那種 煮在火鍋裡面的番茄 就爛爛的 但可以吃 但是沒有很喜歡 但我喜歡吃小番茄 我點什麼 我剛剛不是講了 你有在聽嗎 對對對 而且前廳包就 也沒有很貴 就普通 普通偏一點貴 所以就不想要吃到不好吃的東西 先不要啦 哪一天如果有人要請我吃前廳包 我會在隨便亂點 可是吃到難吃的 我很難過 好可怕喔 會嗎 我覺得前廳包剛好欸 對 我不喜歡火鍋裡面的番茄 火鍋裡面的芋頭 火鍋裡面的南瓜 南瓜 我其實也不太喜歡吃 火鍋裡面的 好 就這些了 真的假的 那我再附送一遍 來跟著我 repeat after me 首先呢 我們現在來 我們現在來進入那個前廳包餐廳 那就歡迎光臨 請問你想要什麼麵包 我想要白麵包 好的白麵包嗎 要6吋還是12吋 我要6吋的 好 然後下一步是什麼 那你請問你要什麼口味的呢 我想要香烤雞肉 然後他就會 好的香烤雞肉 OK 然後他就來 把麵包拿出來切切 雞肉放上去 起司鋪上去 放入烤箱 冰出來了 然後就到那個菜前面 他說 請問有什麼不佳的嗎 我說 不要醃漬勒 好的 然後就 抓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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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說 要加什麼醬汁 我想要甜蔥醬 好的 然後就 然後通常就會 弄好了 結帳 說 那你需要加點套餐嗎 我說 就是那個有飲料跟餅乾的 我不知道那是哪個套餐 就是那個假如說他就有A套餐好了 A套餐 好的那請問你要什麼飲料 我通常去的那一家他飲料是自己裝 好像不對每家都這樣 然後他就說 那你要什麼餅乾 要薯片還是餅乾 我說我要巧克力餅乾 謝謝 好那這樣總共是100多吧 超前 好的說您 結束 其實也還好吧 其實我也沒有很常去耶 就偶爾吧 真的很少沒有很常真的沒有很常 可是我就喜歡 而且就是他的餅乾就是 要軟不軟要硬不硬的 沒有我真的很少吃 我真的三個月吃一次吧 真的很少吃 但不知道為什麼就很熟 我真的很少吃 對阿是也不太便宜 而且就 對阿是不太便宜 所以我就很少吃阿 我真的很少吃真的真的真的 只是因為我每次都點一樣的 所以我才會對他的過程非常的熟悉 對阿是不太便宜 對對對阿 那個餅乾就是要軟不軟 要硬不硬的 就是莫名其妙吸引你 中庸之道 懂不懂 孔子 中庸之道 就是因為他是中庸 你就特別吸引人 沒事 真的是這蠻甜的 有時候生活壓力大 就可以吃一下 而且我真的很少吃 我真的超少吃的 大概三個月一次吧 真的啦 但其實他餅乾也沒有很好吃 哈哈 不是他沒有說很好吃 也沒有說很難 就是會莫名其妙的吸引你去吃 好那就是好吃 但也不會到超超級好吃 好 我這個人就是中庸之道 沒有啦 我還好 我覺得 我也不知道 但我覺得我這個應該算是 蠻固執的 沒有沒有加盟 謝謝雨昌的楓葉 謝謝呂冠的紅鼻子 我這個人比較 嗯 我不知道欸 至少在吃的方面 不太喜歡 跳脫舒適圈 就是吃東西都吃差 就是 可能那一家店 我都固定吃那幾個 不會想要做新的嘗試 因為怕財累 還是每個人其實都這樣 我要當形象大師 我吃泰國菜吃啊 那有跟大家分享 吃泰國菜通常吃什麼 月亮蝦餅 蝦醬空心菜 清蒸檸檬魚 還有一個什麼雞 蔥油雞 蔥油雞還是啥的 什麼不敢嘗試 對我不敢嘗試 我不敢 不敢跳脫舒適圈 針對吃的部分 蝦醬空心菜好吃啊 必點吧 必點 那個什麼 泰式料理最喜歡的是飯 泰式料理的飯真的很好吃 我真的很少吃泰國菜 三個月一次 真的很少 就是因為每次都吃一樣 所以就會記的特別熟 就很多時候都是吃差不多東西 哇 謝謝旅觀送的灰夜流影 泡菜 欸 可是 潛艇堡沒有 沒有泡菜啊 他的醃漬類 其實我也不知道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好像有一次 不知道跟 可能我小學同學 好像就是去 然後就是好像 就他說不要醃漬類 我就跟著他一起 這樣子 可能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就跟著他一起 然後我就 再也沒有再吃醃漬類 反正那個 確定的是裡面一定有 我討厭的橄欖 跟雙黃瓜 不知道他還有什麼東西 反正一定是我不喜歡的 打拋豬喔 喔 我好像很少吃打拋豬 我通常都是吃那幾個 什麼藥 我剛剛念什麼 我剛剛念什麼 什麼龜 我為什麼要念灰啊 因為看不清楚 沒有看不清楚啊 沒有看不清楚啊 我的飲料 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為了要 犒賞自己 就灰夜聽起來比較 有feel齁 跟大家分享我今天 喝的飲料 因為段考完了 打算犒賞自己 但是我這個 很不喜歡 有沒有很不喜歡 就是這家的味道 我覺得他蠻奇特的 蠻奇妙的 它有一種水果味 它的珍珠有一種 水果 有一種芒果味 是芒果嗎 不知道就有種水果味 我點 四季春清茶無糖 去冰加珍珠 它現在沒有珍珠了 都剩茶的 茶就普通 蠻苦的 因為五糖 就是它有一種芒果味 它的珍珠蠻特別 但是 就我其實沒有很喜歡這樣的珍珠 但是我今天就是突然想到這個味道 於是就吃了一下 剛剛一號自己遞過來 我原本沒有想要繼續喝茶 但是它再都拿來我就喝吧 對是一村清茶無糖 無糖加珍珠 為什麼突然講到鬼野豬 因為我剛剛講灰嗎 我是原住民啊 真的假的 但我很少喝這家 水果 它叫水果 它叫水果 水果 它叫水果 水果 水果的台語 再翻成中文 這樣你們聽懂嗎 好 還有跟大家講 我上次握手會 我有跟大家講嗎 好像有耶 去喝那個麻圈的 那個 那個什麼 什麼叫什麼 金軒雙Q 好喝 而且好便宜喔 對啊 被你發現了 水果 它叫水果 水果 我們以後就叫它水果吧 不是麻吉 它好像有什麼葡萄柚很好喝 但我沒喝過 我下次試試看 因為我每次喝都點這個 我再喝個這個三次吧 一次在 在哪 遙遠的地方 一次在 附近的地方 然後 就這樣 我在講什麼 你都看得麻吉 好喔 就我以前就有看過有人說 那個金軒雙Q 可以媲美 是一圈它正播也 我有一次就 我有一次就 就喝 但是 就發現 好像還好 可能我不知道 那天它可能 做得沒那麼好 或者是我 不知道怎樣 可是我後來 第二次喝 我就會發現 它其實蠻好喝的 它感覺 跟 四溢 沈沈波波比 比較甜 還是我 欸我點什麼糖啊 我好像點微糖欸 感覺它比較甜一點 因為它的就是它的金軒茶 會有種那種甜的味道 但我蠻喜歡那種甜甜的感覺 跟我一樣甜甜的 你說哪一種跟哪一種 為什麼啊 這茶真的蠻苦的 就是喝完的時候 還會有一種苦味 麻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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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喝過那個 金軒雙Q 我覺得 就是我應該找一天喝什麼 草莓 汁汁 什麼的 很貴吧 但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喝過那種 超貴的飲料 就是什麼 羊汁甘露 沒有喝過這種 高級的飲料 但是我 我之前都會喝那個 Concrente 那個超貴的 90塊 我再也不喝它 也不是說再也不喝 就是 真的覺得它太貴了 雖然還算好喝 但是太貴 汁汁系列 但我沒有喝過汁汁系列 應該要去考 考試 考慮一下 什麼考試啦 我考試考到頭會 來考試一下 初戀的味道 我沒有喝過羊汁甘露 那天施雅說很想要喝葡萄 他說 C圈C圈 出了什麼葡萄的飲料 他說他想要喝 我怎麼又開始講無用情報 這個蠻有用的 我們施雅情報是有用的 喔喔喔 那個 天人 名圈 天圈名茶 天 天人圈 天圈好了 天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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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begin過拿豬米的推薦 z 我在點什麼 四季烏龍加珍珠 我蠻喜歡他們加的珍珠 就是那種甜甜的 跟我一樣甜甜的 然後我最近 b 比較偏向點 無糖茶 可能 反正 - 走開 - 我就插倒了 - 你不要揍我 - 你給他低母才能打 - 我跟大家講 -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 我就是忌恨到現在 - 是不是 - 就有一天晚上 - 因為有很多蚊子我都睡不著 - 我就請到現在幫我打蚊子 - 然後他那個時候蚊子就停在我手上 - 然後他好像就沒跟我講 - 就直接打下去了 - 超痛 - 他就直接犧牲我 - 直接打我的手欸 - 他就在這欸 - 他就打下去了 - 他也不講 - 然後就讓他死在這欸 - 我超崩潰的 - 他超壞的 - 哪有人這樣子的 - 為了捉蚊子 - 他就打我 - 他就打我 - 是不是好像沒有暴血 - 就是 - 就是 - 這怎麼可以打在別人身上 - 你不能為了捉蚊子 - 這樣子 - 太難過了吧 - 這樣你會感謝我啊 - 現在你就很好睡啊 - 我不感謝你 - 因為我真的不能接受 - 他是掛在我身上 - 不要 - 而且真的是他都沒有講 - 他就直接打 - 可能說不要懂 - 然後就打下去 - 我就想 - 不是 - 我就不能接受 - 我無法接受 - 沒關係 - 算了 - 我這個很好說話 - 以前有什麼 - 我都 - 我都讓他 - 我都不 - 不忌 - 不忌恨 - 沒有 我忌恨在行 - 直接 - 直接挖出來 - 算了也是 - 前幾個禮拜的事吧 - 沒有過很久 - 最近發生的事情 - 不是啊 - 就是他飛走 - 他可能會飛到其他地方停下 - 又不是只會停在我身上 - 就說不定他等一下又停在某個地方再打就好了 - 沒鋪 - 呵呵 - 我們家最近好像都沒有電文牌 - 以前有一支好像壞掉了 - 然後就沒有再看到電文牌了 - 對不對我們家是不是沒有電文牌了 - 有快到貨了 - 快到貨了 - 你有買喔 - 笑死了 - 你要 - 你找到人了嗎 - 找到 - 喔 - 要找什麼打 - 你要用什麼打 - 你要用什麼打 - 去 - 喔有防蚊掛片 - 酷欸 - 對阿 - 之前到底我都會拿電文牌 - 你們啪啪啪 - 然後後來好像就壞掉 - 他就 - 撞了嗎 - 不見了 - 可是我不太能接受他掛在我身上 - 這樣子 - 喔 - 到底是我已經準備好電文牌快要到貨了 - 哪一個 - 我剛剛講到什麼講到一半 - 我剛剛在講 - 我剛剛在講天圈 - 茶 - 喔 - 是拿豬咪 - 他推薦我 - 對 - 剛剛有人問是說誰 - 拿豬咪 - 他推薦我 - 他們家的珍珠 - 喔 - 然後他 - 他之前 - 我之前喝他 - 他買的那個 - 七圈一的 - 七圈一的 - 好像也是四季春加什麼珍珠 - 那個七圈一的珍珠很好吃欸 - 我喜歡那種甜甜的 - 有甜蜜的感覺 - 的那種珍珠 - 可是我還沒有喝到第二次 - 因為我上次 - 上次也不知道要去買 - 可是那時候 - 常常有假日 - 他說假日 - 沒有 - 那個 - 我不知道 - 我哪有選他 - 塗什麼 - 塗酒 - 不是啊 - 他就是 - 感覺有 - 蜜蜜 - 甜蜜的感覺 - 我不知道要怎麼形容欸 - 就是蜜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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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的感覺 - 然後他就 - 我就發現他跟我喜歡珍珠 - 就是那種 - 蜜蜜的感覺 - 蜜蜜的感覺 - 不知道欸 - 蜜蜜 -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說 - 反正我到現在還沒有喝過 - 就是只有喝過 - 他之前買的 - 喝的那一口 - 一點蠻好喝的 - 然後就想要 - 再去 - 再去買 - 可是就沒有那個 - 沒有 - 沒有 - 沒有買到 - 然後 - 我現在炒秀 - 嘿嘿 - 天圈 - 茶的 - 那個 - 那個珍珠也是蠻好吃的 - 我剛剛好像有講過一句 - 就是我最近都會 - 點 - 無糖的茶 - 通常是四季春 - 然後加珍珠 - 無糖的茶 - 加珍珠 - 就是 - 比較 - 感覺負擔比較輕 - 呃 - 一個 - 一個 - 一個 - 給自己的藉口 - 真的假的 - 我沒有聽過 - 我沒有聽過 - 我有聽過什麼 - 我有冰秋莉 - 我好像還好 - 不知道欸 - 我之前在那個 - 康圈 - 都會喝 - 巴勒 - 巴勒烏龍 - 其實烏龍也是不錯 -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 就是 -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 - 還是 - 跟茶還是 - 還是沒有很熟 - 就比較常喝 - 喝四季醇 - 就是 - 習慣喝四季醇 - 習慣喝四季醇 - 然後就比較少去吃別的 - 可是那個 - 天 - 天 - 天圈 - 茶 - 是四季烏龍 - 對 - 它是巴勒烏龍 - 它是烏龍 - 然後再加巴勒芝 - 然後它是 - 寒天金 - 再加寒天金球 - 就巴勒芝加烏龍啊 - 就是康圈鐵的 - 都是那種比較 - 特別的 - 它有什麼 - 鳳梨茉 - 莫莉 - 喔 之前還喝過 - 鳳梨茉 - 含天Q - 妹撲 - 什麼妹撲 - 就是哭哭啊 - 就是 - 周星澤的 - 歌 - 還好吧 - 就是哭哭 - 就是 - 現代 - 用語 - 最近好像 - 退潮了吧 - 就是 - 紅了一下下 - 通常都是這樣子 - 巴勒不錯啊 - 很好啊 - 但是真的是太貴了 - 就要90塊 - 可以啊 - 為什麼不行 - 就感覺就跟 - QQ一樣 - 大概的意思 - 茶加烏龜 - 我很少喝烏龜 - 或是什麼粉條 - 不知道 - 我就只喜歡 - 珍珠跟椰果 - 欸我還沒有喝過 - 再睡幾分鐘欸 - 我還沒有喝過 - 再睡幾分鐘 - 我真的沒喝過 - 再睡幾分鐘 - 我真的沒喝過 - 有一天假日 - 好像是reset前一天 - 喔喔 - reset前一天 - 我就喝了 - 某 - 某方的水果茶 - 然後我就 - 那時候 - 我就看到我同學 - 他就發了一張照片 - 在裙子 - 就是他去喝 - 再睡幾分鐘 - 再睡幾分鐘 - 然後 - 我就說 - 下次一起去喝啊 - 無用質詢 - 呵呵 - 到現在還沒有喝 - 其實也 - 沒過多久 - 最近在考是 - 喔 - 我說我跟我同學啊 - 就是海底撈 - 但是我們還沒有 - 講好什麼時候 - 但我最近真的很忙 - 可能 - 就是 - 下禮拜 - 或許下禮拜 - 比較有空的時候 - 再去吃 - 我們之前 - 之前 - 段考前 - 我們段考後 - 去吃海 - 海圈牢 - 我沒有喝過耶 - 我最近比較想喝 - 那個 - 零酒開的 - 零酒最近 - 開了一家 - 飲料店 - 我想要去喝喝看 - 呵呵 - 對阿 可是我下個禮拜 - 平日 - 都沒什麼空 - 我們打算 - 可能 - 平日晚上去吃 - 呵呵 - 我第一次去海底圈 - 沒去過海底圈 - 但這個感覺好貴喔 - 一直在找什麼優惠方案 - 什麼學生優惠方案 - 有人內行 - 有人內行嗎 - 沒有 它應該 -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記得 - 我只是想要去喝喝看而已 - 會走心 - 呵呵 - 我要幹嘛 - 呵呵 - 沒有偶像優惠方案 - 呵呵 - 有沒有人推薦 - 推薦 - 有人常去吃海底圈嗎 - 海底圈 - 我真的沒吃過海底圈阿 - 很想去試試看 - 不知道耶 - 還可以嗎 - 可是這個海底圈真的感覺 - 頗貴 - 但是就是想要去體驗一次看看 - 就是一直在想什麼 - 哈哈哈哈 - 點哥笑死 - 偶像代言方案 - 大家試的很少吃阿 - 感覺平常就不太會去吃 - 因為真的蠻貴的 - 呵呵 - 笑死 - 那個我知道 - 她會來表演甩麵的時候 - 請她上生日快樂 - 喔 - 吃服務這樣子 - 可是想要去體驗看看 - 體驗 - 海底圈出體驗 - 大家真的是很少吃耶 - 沒關係 - 它真的很苦耶 - 呵呵 - 呵呵 - 這茶真的 - 哭哭 - 哭哭 - 哭哭 - 真的假的 - 這麼酷 - 你昨天才去喔 - 啊你們都吃多少阿 - 我們應該就是四個人去 - 四個人去要吃多少阿 - 不想花太多錢 - 呵呵 - 喔 順便跟大家分享對不對 - 這是我的指甲 - 上禮拜不是做我的指甲 - 欸有上禮拜嗎 -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直播阿 - 禮拜六還禮拜日 - 禮拜六 - 然後 - 哈 - 這是我唱的喔 - 然後我不是就弄了美甲嗎 - 真的假的 - 我可以吃少一點嗎 - 對 - 對 - 然後它就掉光了 - 我是有一些已經掉了 - 然後又再換 - 但是它最後還是掉光 - 就只要洗個頭 - 它就可以掰掰 - 然後 - 最後還剩下兩個 - 僅存的 - 富有生命力的夥伴 - 剩兩個 - 這個都掉 - 其實我覺得不要有指甲也 - 比較適合我 - 因為我很常會去摳東西 - 或是抓東西 - 很常不小心就把指甲弄掉了 - 只剩兩個 - 他們真的有很強韌的生命力 - 就是我現在已經 - 已經就是沒有在管它會不會掉了 - 就直接跟平常生活一樣 - 就我 - 之前可能會小心一點 - 不要碰到之類 - 因為我現在已經毫無 - 毫無 - 毫不在乎 - 完全不在乎 - 就隨便 - 跟平常一樣 - 但是他們兩個還是沒有掉 - 真的是非常的有生命力耶 - 他們兩個 - 笑死 - 先不要啦 - 沒關係 - 我覺得我其實沒有很適合弄指甲 - 或是他 - 可不可以記得我之前弄沒有那麼快掉啊 - 可能他放太久沒有黏性了嗎 - 不知道 - 我上次做是去年二月 - 哼 - 就是去宜蘭那次 - 大家可以VCR宜蘭VOG1 - 天使不用洗澡 - 當然還是要洗頭吧 - 天使不用洗澡要洗頭嗎 - 我還沒有試過黃色耶 - 我只有用過紅色 - 粉紅色 - 詳情請見 - VLOG1 - 在哪裡 - 你誰啊 - 你誰啊 - 好像沒什麼差別耶 - 我覺得跟一年前好像講得差不多 - 跟一年前好像講得差不多 - 高速公路上門 - 天氣不錯嗎 - 已經出二啦 - 等一下 - 等一下我在等我秀美甲 - 我記得我有秀美甲 - 我記得我有秀美甲 - 他跑不動了 - 阿米齁 - 我就是趕在那個2020 - 十二月三十一號PO出去 - 反正呢 - 下一個景點 - 下一個景點 - 我在等我 - 我什麼時候 - 好像等一下 - 我今天很用心打扮 - 非常可愛的裝扮 - 等一下呢 - 就可以看到全身啦 - 要等我的 - 段年底感 - 哈嘍叮噹鼠 - 我沒有秀指甲嗎 - 我有吧 - 我有吧 - 我有吧 - 沒甲 - 喔 - 有有有 - 我們慢慢拍手 - 拍臉 - 喔 - 這邊 - 秀一下 - 一樣的 - 它就是 - 我那時候就是 - 我那時候就是買一盒 - 然後就會有很多 - 然後就可以貼 - 我記得我那時候做沒那麼快就掉啊 - 不知道 - 之後再去買新的一盒看看 - 登登登登登登登 - 對阿 - 你們都不知道我有秀美甲 - 因為我真的很少做指甲 - 所以我就印象深刻 - 沒有阿 - 我已經PO完了 - 嘿嘿嘿 - 我們現在還有欠一個債 - 我一直都 - 我一直都記得大家 - 我一直都記得我還沒有拍 - 一萬粉絲回饋 - 我一直都記得大家 - 我一直記得 - 我一直在記得 - 你們不要覺得我忘記 - 我真的沒有忘記喔 - 我真的沒有忘記喔 - 我記得我記得我記得 - 我記得 - 等我 - 等我 - 等我 - 我 - 呵呵 - 可以保證的是在今年 - 哈哈哈哈 - 今年前你再趕出來 - 不知道為什麼有十二月三四月 - 不會啦 - 不會吧 - 嗯 - 最慘的情況就代表暑假 - 哈哈 - 我一定會趕出來的 - 好嗎 - 好嗎 - 我 - 我最近 - 一直還沒想 - 就是我想跳舞蹈cover - 但是我不知道cover什麼歌 - 什麼腦力大考驗 - 我想要拍舞蹈cover - 我當然想跳舞 - 我不 - 我剛剛講起來好像不太想 - 我太想跳舞了 - 我很想跳舞 - 我想跳舞 - 但是我還沒有想好我要跳什麼歌 - 哈哈哈哈 - 愚人節 - 反正現在還沒有破一點一萬啊 - 還在一萬中 - 現在合情合理合情合理 - 或是想要 - 我想要 - 嗯 我不知道 - 我還在想 - 就是一直想不到 - 就是 - 不想要跳得太簡單 - 還會講什麼很有挑戰性的言論 - 嗯 - 就是不想要跳得太普通 - 想要精彩一點 - 呵呵呵 - 呵呵 - 不要 我想要一個人跳 - 呵呵 - 呵呵 - 我想要一個人跳 - 呵呵 - 而且我真的沒有拍過這種東西 - 就超無頭緒 - 超無頭緒 - 超無頭緒 - 反正我還在想 - 欸 斯爸感覺很難欸 - 我不知道我還在想 - 到底是要跳什麼 - 日 - 還是韓 - 還是什麼 - 那種 - 那種 - 英文 - 歌 - 配的那種 - 排舞 - 之類的 - 好麻煩喔 - 我真的是想法 - 想不了 - 其實 - 其實 - 其實都 - 都可以 - 但是我真的是 - 遲遲無法下一個決定 - 就對 - 就是一個想要挑戰高難度一點 - 但是 - 覺得是 - 喔這個也不錯 - 喔那個也不錯 - 欸那個 - 到底要哪一個 - 超跑鞋 - 夢先不要 - 我這次是 - 我這次是要拿出來 - 賣弄 - 不是賣弄 - 啦 - 只是想要 - 創作出 - 品質比較高的影片 - 啊不是說 - 超跑鞋 - 用品質不好 - 我是說 - 想要舞蹈難度比較困難一點的東西 - 想要傳出 - 比較高品質的影片 - 呃 - 高品質 - 比較精彩一點的東西 - 喜 - 哈哈 - 哈哈 - 你拍啊 - 你拍啊 - 那個 - 休蛋幾雷這樣子 - 拍啊 - 你說的 - 你拍 - 嘿嘿嘿 - 你們可以一起拍啊 - 大家糾纏 - 然后 - reset - 高點前 - 熱身 - 啃 - 中 - 差不多 - 大波 - 以前發燈 - 以前發燈 - 義殺 - sermon - 稍微等一ester - 嘿 - 其實 - 对啊 - 大波 - 大家都有解off - 會更好 - 的是 真的是太多東西可以選擇 - 哈哈 - 真obên 不行喔 你們要跳 快點 你們要糾團跳 你們要糾團跳喔 糾團起來 你們先跳 我再跳 我說的不是超跑情人夢 我說你們先跳超跑情人夢 我再去產出我的影片 什麼 第二線喔 健康車 先不要拉 旅關會跳 旅關跳啊 旅關 旅關要當召集人 我們要召集布丁粉在烏梅劇院前面 跳超跑情人夢 勢必會引起一波關注 大家想說 是誰的粉絲 跳超跑情人夢耶 好開心喔 是布丁的粉絲 這麼優秀的偶像 什麼意思 自己講到自己不知道在幹嘛 我們認識什麼 我沒聽過 我會跳 蟹子會跳 揪團起來啦 還不揪 趕快揪團一起跳啊 不要擋住 不要擋路好不好 那你們找一個 不會擋到人的地方 屋門那邊空地應該蠻多了吧 草原上跳啊 草原紅 我真的蠻期待的 如果大家跳的話 我會很開心 好好笑喔 這樣是不是很好笑 那還是你要請旅關 旅關總招 旗子副招 大家參與這個 欸不是我說你們先出我再出啊 互相鼓勵 怎麼查啊 我沒有日文欸 可以幫我翻譯成中文嗎 投錢 欸這樣不錯啊 這邊賺一波賺一波 不是不是不定想要開心啊 就是這個企劃蠻好的 蠻好的 如果大家 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會覺得就很好笑 所以我只是跟大家開玩笑啦 哪一個啊 走不倒 走不倒 為什麼沒有呢 DiDiWi 對啊 直接錄音源激情 笑死 大家要那個啊 去拉站住 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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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耶 加油 哈哈 沒有啊 真的是跟大家開玩笑的 對呀 對呀 你看 你看 你們要向 譜學亮前輩看齊 我看看喔 我找找啊 等我一下啊 什麼 你會跳喔 可是那個很簡單欸 那個 還是艾樂要當總召 超跑節目很簡單吧 啊 我找到了欸 居然找到了 哪一個啊 看這個好了 橫山結衣前輩 為什麼畫質這麼差 他那個衣服好可愛喔 他那個衣服好可愛喔 那個畫質好差喔 看不到 各個D不要跳 為什麼 這是有典故的嗎 啊 啊 好可憐喔 啊 啊 啊 好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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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色蠻適合我的啊 哇 欸 嗯 好像 不會太難 應該還可以 把頭髮甩爆 蠻嗨的這個 第一次聽 突然當機是怎麼樣 為什麼當機了 起床 起床 起床啊 快結束了 cococo起床 什麼原來大家都已經決定好了 大家好像蠻喜歡這首歌的 真的喔大家喜歡這首歌 好我會納入考慮 他解說好了播完了 大家請喜歡這首歌啦 那我可以考慮一下 不行我這樣講的好像我不會考慮 好我會這樣看 101就害我想到那個 戀愛的幸運餅乾 我在四四南村 是嗎是四四南村 跳戀愛的幸運餅乾 對 也是 那個1019醬 不要很熱啦 很好笑欸 年少輕狂 啊不是 可愛可愛 以前 以前 呆呆 有沒有呆呆 就是 為什麼真的 很好笑 要回味一下嗎 我看 看一下 我真的不想看 我會吐 不是啊 我也 我也 我也看不下去 因為太ㄎㄧㄤ了 不是ㄎㄧㄤ就是 看到以前就 怎麼這麼 也不是說不好 就是 看到以前就 傻傻的 就看不下去 大家應該都會這樣吧 呃蚊子 欸怎麼又有一隻 喔是剛剛 沒打到那隻嗎 生日會那天在木梅露 咪咪 oh my god 啊 對就會覺得 呃 不是就沒有說不好 就是 看到以前的自己就有點醜 我就看不下去 好難聽喔 哈哈哈哈 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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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你們自己回去複習 我不想看 我可以關掉聲音嗎 我不想聽到 我自己唱一個 我 我聲音關小聲一點 好了 聽不下去 好胖 這人是101 沒有我 我已經沒有了 拜託大家 自己留著看就好 不要 讓別人太 不要給太多人看到 我會害羞 有點小 不要放網路 不要放網路啦 自己看就好 好吵喔 我聲音好難聽 以前就是一個 年輕嘛 呵呵 年輕 哈哈 長得我現在好像很老一樣 16歲 有嗎 沒有吧 不要放網路上 拜託 你們自己 私下 交流就好 拜託不要放在網路上 我檢舉你 不是啊 不是這跳舞真的很醜欸 還有這是什麼 知育果子 尷尬又不是禮貌的微笑 啊 啊 我認真跟大家講 請大家不要放在網路上 你們自己私下交流看可以 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放網路上 太醜了 這是什麼東西 真的很不會跳舞 為什麼還會覺得自己很會跳舞啊 為什麼你覺得自己很會跳舞 根本就不行啊 你看你在幹嘛 什麼意思 天啊 這是什麼東西 喔 好醜 你要全程馬的話 你要全程馬臉 反正不要放在YouTube上好不好 不要放 影音平台上 好不好 我不想讓她 流傳版 那麼久 就是 不想讓她在影音平台上 這樣子 希望大家可以 答應我 打咕咕 雙馬尾 好久沒跳喔 欸畫丁 欸我又忘記帶畫丁來了 就大家看可以 但是不要放到影音平台上 就這個小要求 欸這裡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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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變啊 還是一樣 沒有不定工 不要分享出去啦 我是很認真的跟大家說 就是我 就是 就是我 畢竟就是我的影片 我還是有權利 捍衛我的 著作權 好 那不要放YouTube上 我今天明白的說了 哇 看完 看完看完 耶 我是真的 不是 就是 怎麼講 好啦 我真的就是不想要 這個 這個在 這個在 放在YouTube上 或是其他的 影音平台 如果大家自己想要看 就是自己 粉絲們 想要看的話 我是沒有關係 但是我不希望他放在 YouTube平台 這種 影音平台上 我是認真的 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畢竟這還是我自己的影片 我應該還是有 他的 這是算著作權嗎 智慧財產權 就是 不是阿 就是我不想要 因為真的有點醜 然後 沒有阿 就是 有醜 有點醜 ㄎㄎㄎㄎ 也不是ㄎㄎㄎ 就是 呃 我不是說這個不好 不是說我 不好 就是有點害羞 這樣子 對 所以我是認真的 希望大家不要放 如果大家放了我會 蠻難過的 我會小小小生氣 小小難過 希望大家可以答應我這個要求 畢竟這還是我自己的影片 我可以去檢舉你們 不是啦 如果 就是 講認真的 是這樣子說 就是 請大家不要 放到 YouTube上 或許其他的影音平台上 因為我自己本人 這個 正駕馭 這個拍 不是拍攝者 在影片裡面的這個人 他不想要這個影片出去 對 OK 就這樣 我可以去檢舉你們 如果這個人放我去檢舉他 順便ban他 我會生氣喔 對 這個表演者 本人不希望放出來 OK OK 好我相信大家都是聰明人 應該一聽就懂了啦 反正我的粉絲就是跟我一樣 充滿著智慧 大家一定 一點就通嘛 復刻喔 考慮一下啦 再說 說點是黑歷史會一直更新 但是 就是我不想要放出來的黑歷史 就請大家尊重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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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很好 我相信大家都會做到了 我們這麼聰明對不對 好先等我把那個 鏟出來 先等我把 一萬追蹤影片 鏟出來 還是你們想要看我一萬追蹤用這個 不要我想要挑戰 我想要先 想要先來個新的東西 然後再來做 懷舊的東西 好不好 這個可以納入 可能 下一次的 IG回饋影片 我先 我先做完我這個 新的 新的 影片 再做 以後有機會再做 這個 大家可以下次跟我講一下 提醒我 不然我一定會忘記 總之就是 這幾年前啊 我看我什麼時候發布的 三年前 2018 1月12號 好 就是這個 三年前的 鄭家喻呢 到現在 目前 16歲 快了17歲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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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點點 然後 所以呢 感謝大家 從 這個時候 就一直在了 粉絲們 或是 不管是在哪一個時間 看見布丁 關注布丁 來布丁直播 看布丁表演的 大家 就是很感謝你們一直來的支持 雖然我一直 好像很常講這個 但是是真的 很感謝大家 感恩的心 感謝有你 伴我一生 讓我什麼的 忘記歌詞了 怎麼突然這麼感性 你就突然想到 沒有啦 就是 事實的 感恩一下大家 愛你們呦 就是有時候就會感嘆一下 小小小感嘆 怎樣BGM很不合 對就是 我怕我 我怕 喔對不是 你在講那個 好我要播了 感恩的心 欸我一直打錯字 讓你有勇氣做你自己 其實不管大家 就是不管大家關注我多久 新來的萌新 還是什麼 古 古餐 我就是念古 欸我唸對了不是古餐 古生 你已經參與我的過去了 就是 不管大家是從什麼時候 開始不管是飯廳提皮 或是我 布丁 就是 都是很感謝的大家 請大家要繼續支持 未來的路還很長 要一起走下去 當時是什麼時候 我要唱感恩的心了 欸我們直播時間快到 不是快到已經到 我們可以來做一個感恩的結尾 好笑喔 我是沒有就是 就是 沒有去這種 應該說 怎麼講 前面不會長線跳過 我不會 沒有學過那種 就是很專業的那種 就頂著就是 去那種運動中心 學學MV舞 幾次這樣 就沒有特別去學舞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什麼意思 前面真的都不會唱 大家會唱嗎 沒有沒有 就是 以前其實真的沒有什麼跳舞基礎 對然後是在高一社團的時候 才練了一些基礎 我現在又很想要去跳一些基礎 就覺得 該練練了 來了 這個 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 感謝有你 幫我一生 讓我有勇氣做我自己 感恩的心 感謝命運 花開花落 我一樣會珍惜 對阿 就是最近很少沒有 一直沒有練習 那些基礎工 基本工 感覺要 多練練了 這樣我跳舞會比較穩定 穩定一點 我覺得我最近 想要追求我的舞蹈 再更穩定一點 就是還是有一點 有點浮躁 想要再穩定 穩定輸出一點 這是我最近想要 努力的目標 對就是 對 沒有啦 不知道啦 不要講那麼好 到時候會讓你失望 誰要畢業了 真的假的 我小學都沒有 哪是舞蹈擔當 而且我之前 那個什麼新年系 希望是要混劈腿 我會 努力完成他的 對 感恩感謝 事實的表達 就如布丁作文所寫的 珍惜當下 感恩媳婦 我珍惜跟大家相處的 每一分每一秒 為什麼我今天那麼感情 感恩 感謝大家陪著我 未來的路 希望 還有你相伴 感恩 感覺 感恩 感恩 憂慮 感謝 伴我一生 讓我勇氣做我自己 感恩 的心 感謝 憂慮 明日 花開花落 我一樣會珍惜 沒有寫說他是什麼年份 轉寫 於是 我就找到那個教授的信箱 然後就寄信給他 然後就問說 教授你好 我們是吧吧吧吧 我們需要你的論文寫 請問你是哪個年份寫的 然後就是那種寫 那種書信 因為想說寫給教授要正式一點 不是都會教什麼書信的寫法 雖然沒有什麼正式 就沒有寫什麼 什麼近期啊 什麼的 然後但是最後就寫什麼 要寫什麼 住什麼的 然後我就那個時候就跟我同學 就想不到要住他什麼 就是不知道 因為也不認識他也不知道要住他什麼 然後 最後就 朋友就寫 住 平安喜樂 平安喜樂 有他有回我 他人很好 他有跟我講什麼時候寫 就明確的標誌 他還付給我他的檔案 好教授 平安喜樂 對 查了他就是沒有年份 朝管 平安喜樂 為什麼我不理他啊 什麼 你是說到英文了嗎 平安喜樂 好祝大家平安喜樂 我們今天的直播差不多就到這裡囉 我今天一直自己講話講到自己很想笑耶 可能在掩飾尷尬吧 你看我又笑了 我一直不知道在笑什麼 在嗨什麼 傻笑 笑死 教授沒有要抽紙筆啦 好 我要來念幫了 第十名是朱里恩 第十名是朱里恩 第九名是透露獎 第八名是檸檬 第七名是宇昌 第六名是米索 第五名是艾蘭 第四名是准尊 第三名是空白 第三名是空白 第二名是Ban 今天的第一名 第一名 Number1 是呂冠 真的假的 喔 對 對 對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囉 祝大家平安喜樂 晚安 掰掰 晚安 晚安一波 掰不 掰不 晚安 晚安 趙祖 我忘記了啦 我都沒在記 我還 直播時間 才會忘記 今天7點 7點15才播 不要撲 禮拜三喔 蛤 現在禮拜三喔 禮拜三 幾點 七點 應該是七點八 因為想說平日早一點結束 不要 就怕有什麼作業要處理 好了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囉 大家晚安 掰掰 平安喜樂 掰掰 晚安 掰掰 掰不 是3號啦 掰不